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时间7月5日 崔永元在微博回应电影《大轰炸》的讽刺 称其背后是施建祥 邵永华 江海洋 肖峰 范伟 杨子 其中 邵永华 江海洋 肖峰是崔永元第一次提及 据悉 邵永华曾担任当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施建祥的快乐集团关系密切 江海洋是电影《大轰炸》的监制 肖峰是电影《大轰炸》的导演 此前 崔永元在微博中直接把《大轰炸》剧组定义为大气炸 他在微博中首先曝光了该片部分主演的片酬 其中包括范冰冰2000万 范伟500万 《黄胜衣》500万 杨子500万 布鲁斯威里斯500万美元等等 崔永元说 这只是部分演员的片酬 你们号称穷搜搜花了1.5亿拍电影 你们自己吸引吗 在快乐的账上 为此片付出的经费不少于15亿人民币 崔永元7月2日在微博中说 大轰炸在媒体上洗白一回 就接你一回 影片没拍 乙方就从甲方处拿到收益款 又用收益款去投资甲方 这都是上海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是大轰炸还是大气炸 第二天 崔永元还透露 大轰炸四方合作 其中三方汗烙保收 承担风险的这方 就是手拿上海老百姓血汗钱的甲方 7月4日晚间 大轰炸官方微博发表回应称 大轰炸剧组已经多次公开表明 1.5亿为投资棒贿入剧组设置专用账户 不包括演员片酬的影片设置费 影片上映后的票房收益 将按照当初所签署的四方协议之约定 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回款给快录案件的债权人 该剧组还表示 我们的初心与崔老师一样 希望广大快录案受害者的养老钱 血汗钱得到挽回 只有电影大轰炸顺利上映 并取得良好票房 才能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望 与此同时我们强烈希望知道那15亿剩下的部分是谁洗钱弄走的 我们也很想知道如今的乱局究竟是何人所为 目的何在 究竟谁在大欺骗 请知道内情的崔老师告诉我们洗钱的内幕 我们愿配合崔老师一起把罪恶的黑手揪出来 将黑幕大白于天下 这一连串问号的背后就是在讽刺崔永元 从官微贴出崔永元爆料电影大轰炸演员片酬就能看得出来 电影大轰炸称崔永元爆料的演员 片酬加在一起为1.18亿人民币 加上官方宣称的1.5亿人民币 离崔永元爆料的15亿人民币差了很远 有意思的是电影大轰炸官微还特意标出演员片酬截图的原图来自崔永元 这很明显就是在讽刺崔永元 或许这个原因惹怒了崔永元 他才在微博继续爆料大轰炸的黑幕 2015年崔永元曾担任电影大轰炸艺术顾问参与剧组创作 因此崔永元或多或少知道些电影的内幕 电影大轰炸由刘毅布鲁斯威里斯 宋陈县谢霆芬陈伟廷范伟 吴刚等等担任主演 影片筹备多年 此次预计8月17日上映 该片原总制片人施建祥在电影圈早已声名狼藉 他曾是快乐集团原董事长 大轰炸的投资方何苏影氏是快乐系公司的骨干企业 2016年3月施建祥因操纵叶问三假票房事件 引发快乐系公司一连串对付分波 更因为涉嫌集资诈骗罪外逃至美国一走了之 此后施建祥一直在海外 随后快乐系多家公司强倒众人推 陷入停滞解散的状态 快乐系金融案件涉及金额上百亿 尽管已经拘捕了70余名涉案嫌疑人 但追回涉案资金仍然是难与登天 截止2017年2月 案件总共涉及债权人7万余人 现今未兑付人数为3万余人 数以万计的快乐债权人受害者 维权无果血本无归 之后快乐集团发追逃名单 邵永华也在其中 透露行踪可能藏匿在加拿大 2017年1月 施建祥遭国际刑警组织 发出红色通缉令 近日中央追逃办发布 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 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公告 施建祥同样在其列中 但他仍然逍遥法外 感谢收看华尔街焦点 Pрет PET